女孩为了刺杀暴君 主动穿上了清凉的衣服 准备衬服侍暴君之计 用藏在头发里的匕首将其杀死 可暴君却格外敏锐 不仅及时发现了女孩的敌意 还一把掐住了她的脖子 将她送去了地狱 而暴君之所以这么敏锐 全部得益于她的变态癖好 大概从三岁开始 她便喜欢杀人 同时为了体验杀人的最佳快养 她总是找喜欢自己的人 比如青梅竹马 趁其完全放松之际 突然将其一击毙命 她认为这种时候诞生的灵魂 是最美味的食物 所以今天她特别生气 这个刺客根本不是放松状态 灵魂也是格外难吃 于是她将刺客的头扛了下来 直接丢到了大堂之上 准备挖出背后之人 果然 派出了刺客的将军 当即露出了马脚 因为刺客便是她的爱人 她本想以命死剑 阻止暴君开启毫无意义的战争 但爱人却不愿将军死去 于是主动谋划了刺杀 结果暴君的实力过于强大 这才导致了失败 可将军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他直接聚集了全身之力 便要斩杀暴君 不料最强之剑尚未砍出 一发毒针却突然射来 将军当即全身麻痹跪倒在地 原来暴君早就被好了试吻 只等将军自己露头 就会将其瞬间拿下 将军那叫一个恨啊 他看着失手分离的爱人 以及杀人不眨眼的暴君 当即怒从心中起 一咬牙便燃烧了生命 拼着魂飞魂魄散也要灭杀暴君 可随着他的攻击打出 暴君仍旧完好如初 只有将军彻底化为了尘埃 可即便强如暴君 也不能视人民为草剑 他虽然强行开启了战争 但由于不得人心 最后仍被主角凝聚了全人类的力量 将其彻底消灭在了人世间 而且黄泉路上 他的青梅竹马也不愿意放过他 直接拉着他堕入了地狱 让其勇士不得超生